靠爸靠妈问题多。盘点那些爆出争议的新二代。 Images Source LTN China Times Imagilab PGW IMG 放眼演艺圈,许多明星都为人父为人母。 新二代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,以放大镜检视他们种种行为。 近日爆出迪英和孙鹏儿子孙安佐扬言攻击学校,闹上新闻版面。 其实不少新二代都曾被爆出争议传闻,而他们爸妈又该如何处理? 今日DLV 网络温度计透过QApple网络大数据从2017年3月30日到2018年3月29日间观察网友在脸书讨论。 PTT PTT 与各新闻媒体讨论区的留言,排点演艺圈新二代争议人物到底有哪些行为举止被网友高度关注。 10. 李喜儿 当时忙于工作,李喜儿从小有专人照顾,但她小时候就曾被拍下《争议事件》,一度被外界贴上《梅佳娇》的标签。 其因是李喜儿在幼儿园曾长过同学,同学称李喜儿每天都在欺负人,还会动手打人。 李喜儿 李喜儿如今已19岁,外貌简直几乎是林毅莲复制品,也摆脱过去任性霸道的个性。 9. 哦,板口姓李 日本女星板口姓李是板口娘子的女儿,母女都在演艺圈创档,但板口姓李成绩并不算好,没有代表作的她。 在母亲去世后,将母亲所留下的遗产全花光,解她整形,报受等类型的变化也成为讨论的话题。 板口姓李为了还清上百万的债务,转行当AB女优,但不受欢迎,与AB片商合约到期后,板口姓李又到六本幕当陪酒小姐,还在推特炫鸟灯上红牌宝座,不久后却遭开除,人生过得相当崎岖。 8. 吴定谦导演吴年珍跨足影视,广告界,每回出现总以诚恳真挚的态度打动众人,独子吴定谦知名度与父亲相比网沉莫及,但吴定谦在2016年爆出劈腿,让她形象大伤。 吴定谦被关上渣男称号,因为当时她有位论及婚嫁的女友,却假装单身与小三交往,还常常传闲施简讯与裸照给对方。 吴定谦事后承认自己劈腿,双方不欢而散,小三心有不甘出面爆料,吴定谦事后也承认自己感情出力失当。 7. 郑欣怡 郑欣怡是港星沈殿霞和郑少秋生下的女儿,背注星二代的名声,郑欣怡十分辛苦,在她不到一岁时,父母亲就离婚,郑欣怡从小就是个厚片女孩,青春期体重曾破白,身材总引起外界关注,每当她腹跑,变瘦都被大作文章。 郑欣怡长大后,被宝斯生活开放,在母亲逝世后,留下一大笔遗产给郑欣怡,但郑欣怡不擅长理财,一度陷入经济困境,最惨情况是户头曾仅剩104元,又传出郑欣怡穿住进身上衣流连于夜店,巨星的女儿走到哪都成交点。 六,陈瑞陈瑞是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陈凯伦的独子,陈凯伦相当宠爱儿子,陈瑞却在2010年加入竹联邦天龙堂,高中时期就常常翘客,还怂恼别人千度之棒,暴力讨债,还涉嫌黑吃黑,遭声压尽见。 爱子心切的陈凯伦,强调儿子交到行为偏差的朋友,在积压期间转交给一封信给陈瑞,称呼爱子为瑞宝贝,更成为当时热门用语。 陈瑞驾驶出独后,决定脱胎换骨,到老人院做志工还参加选秀节目选拔,也引起话题。 五,孙安佐,孙华,孙安佐是一人敌英,孙鹏的独生子,年仅18岁,因涉嫌阳年攻击就读的美国宾州一所高中,要同学5月1日不要到学校,因为他要早涉校园,且向同学询问如何购买枪支。 孙安佐,孙安佐被举报而遭到警方逮捕,目前被关押在郡立监狱。 事后孙安佐称只是开玩笑,迪英也跳出替儿子澄清,并立即赶往美国处理后续。 迪英以前受访曾提到,儿子从小就喜欢枪、武器、梦想是当反恐小组,却在去美国不到一年的时间闯下大破,也让迪英、孙鹏昔日的婚姻状况再被拿出讨论。 4. 房祖明 房祖明父亲是香港演员成龙,母亲魏林凤娇,房祖明与同父一母的妹妹小龙女外形酷似,两人皆被受瞩目,房祖明长大后也跟随父亲进入演艺圈。 4. 房祖明却在2014年与柯震东在北京住所吸毒,遭到公安局查获,房祖明遭判处6个月刑期,持毒事件当时传遍各地,房祖明演艺事业几乎全,也没了工作机会。 4. 房祖明 成龙听闻儿子持毒刀呆,气味哈是小王八蛋,还一度称是事后要捐出98亿财产。 ,房祖明所参与制作的电影,电视远出,都被列祝暂停播出,只能说一诗足成千古恨啊。 中文字幕——YK